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燕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您知道古人是如何测量天体坐标的吗 您想身理其境地感受一下 亚马逊丛林探险吗 电影《流浪地球》中的 全身助力型外骨骼设备 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吗 炎炎夏日 很多人选择来到充满奇思妙想的 中国科技馆度过一天 这里丰富的互动装置 和精彩的动手实践课 让大人和孩子们都会时时流连忘返 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 去现场感受一下 观测星空的云代简仪 一比一仿真建造的神舟飞船 和空间实验室 在一根钢锁上平稳运行着的自行车 一走进中国科技馆 研究会被这些丰富多彩又趣味十足的 科学展品和互动装置吸引 正在进行的这场神奇的液氮实验 吸引了不少小朋友驻足观看 科技辅导员利用液氮零下196摄氏度 和气化体积膨胀的特性 向小朋友们展示了液氮吹气球 旋转的乒乓球 超导体悬浮的物理现象 我记住了就是那个把液氮放进那个瓶子里 然后瓶子放进水中 然后就喷出来了好多气 然后乒乓球就浮在那里就感觉特别神奇 还有那个气球放到那个液氮里头 它是不是就变小了 然后放在外面 然后它又变大了 这是为什么呀 就这样冷缩 位于二楼探索与发现展厅的空中自行车项目 显然也是不少小朋友必到的打卡地 为何自行车可以在一根细细的钢索上平稳的骑行 他们迫不及待地一探究竟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空中自行车下面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配重块 那由于这个配重块的存在呢 它会使得小朋友在这个车上面之后啊 整个系统重心降低 所以呢非常非常的稳定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品呢 通过让小朋友去体验的方式啊 让他们了解到重心 那对于一个物体稳定性的作用 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科技馆 中国科技馆通过科学性 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展览和互动方式 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 更注重让观众把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带回家 进入暑期 中国科技馆还最新推出了 愚知道答案 大开眼界等展厅教育活动 用学习单 动手做和小实验的方式 让家长和孩子共同体验科学的神奇 这堂活动课上 小朋友们在了解了锥体上滚 并连机械手等物理现象后 在老师的讲解和家长的配合下 汇制出自己喜欢的色彩图案 并利用塑料预热收缩原理 制作卡通钥匙扣 也让小朋友把热收缩原理的知识 和科技馆的愉快体验带回家中 记在心里 它是用了一个热盆缩把 它是一个塑料的 本来是让活的一个小薄片 用吹风机吹了之后 它又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挂坠 我就是想把这个小狮子带回家 挂在我的书包上 每次看到这个小狮子就能想到 在科技馆里学到的知识 我们平时自己赚的话 可能学不到这么多东西 只是一个体验而已 今天把那个原理都搞清楚了 对 我觉得要经常带孩子来这块 体验这种 就是既能玩又能增长乐趣的 今年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中国科技馆《希望的力量》 《流浪地球》电影主题展览 不仅将电影中使用的服装道具 设计手稿 首次公开 还将中国航天科技的实物 与电影道具对比展出 让观众在关注科幻电影的同时 了解到真实的科学发展现状 这件展品 地龙 陈年 蚯蚓杆 那其实这个道具 在我们现实当中 它也是有出处的 是什么呢 月宫一号在2018年的5月15号 志愿者成功在里面生存了370天 完成了月宫365次计划 也是我国研究 闭合生态循环系统 非常非常前沿的一个项目 那其实在月宫一号当中 我们志愿者 它的蛋白质来源是什么 那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志愿者 都是吃黄粉虫的 它的味道呢 是葵花籽的味道 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科幻电影当中 设定的这个陈年蚯蚓杆 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电影中张小强身着的 这套军用防护服 配有辅助行动的外骨骼装甲 能为四肢提供 20倍以上的能力动作 它的创作来源 正是这套 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18所研发的 全身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 比如说我们的军人 穿上这个外骨骼之后 它可以实现 人机系统合一 也就是说 它的肌肉的耐力 就会增强 运动性也会增强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系统 这个外骨骼机器人 和那个电影当中 道具相比呢 就变得非常的小巧一些 可以说 没有那么的震撼 但是其实它相较来说 可能会让人穿上 感受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电影当中 看到的这个地球安全军 穿的那整套军用防护服 它的外骨骼 其实在我们现实当中 也是有出处的 这件流浪地球中 领航员号空间站 航天员的舱外航天服 与真实的航天员 舱外航天服一样 在左手手腕上 装备了小镜子 为的是能够方便 与航员看清并操作 航天服胸前的按钮 旁边的这个航天员座椅 则是为了适应 电影拍摄的艺术要求 而真正的 神舟十号飞船返回舱里的 座椅是这样的 不过如果您对这道 科学与电影的大餐 仍以忧未尽 可以来充满科技感的 球目影院 感受一场身临其境的 视觉体验 我们平时看的呀 都是2D 3D 或者是MX的电影 那么来到中国科技馆呀 我建议您不妨来感受一下 8K球目放映系统 这个球目的屏幕呢 是一个半球状的形态 坐在下面呢 观众会感觉像一口大锅 把自己罩在下面 使它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达到160度的视角 超过了正常人眼 140度的可视视角 当眼睛忽略掉 图像边缘的部分 就会产生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中国科技馆球目影院 是目前世界最大的 真8K球目影院 拥有30米直径的 半球形荧幕 可容纳438位观众 电影画面面积 达到1000多平方米 不仅可以放映 IMAX胶片电影 8K数字电影 还可以演示天体 天文现象和实时数字星空 影院以仰望苍穹的视角 和超清晰的绚丽影像 带给观众 独一无二的视听享受 除了能够感受最前沿的科技 在华夏之光展厅 您还会对我国 古代科学家的智慧 大为惊叹 这里陈列了天文 机械 金属演练 纺织 数学等各种文类的 展品复原品 观众们甚至可以亲自动手 模拟体验古代中国人 是如何一步步 发现世界的奥秘的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天文历法很出色 到了元代 郭守敬 他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 天文学家 他创造性地把中国历代 传下来的魂移的构造 大胆地进行了简化 具体地来说 就把那些圈环分为两组 一组来测 赤道坐标 这种倾斜的圈环 他的中轴线是指向北极星的 跟地球自转轴平行 他测赤道坐标 还有一组呢 就是来测地平坐标 可以测星体的浮阳角 水平角 地平坐标 以这些观测数据 编制了一个受实力 一年的长度 365.2425天 现在我们用的功力 也是365.2425天 就是说他在一二几几年 公元13世纪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精度 所以说跟他的 这个高精密的天文观测仪器 是密不可分的 近年来 中国科技馆 在实体科技馆的基础之上 着力打造科普服务品牌 在没有建设科技馆的县域 发展流动科技馆 在农村或是边远地区 开展科普大棚车服务 在农村中学 布置小型科技馆 从今年7月10日起 为确保场馆安全有序运行 中国科技馆 将实行场馆限流措施 观众可以通过 中国数字科技馆 持续关注科普动态 把科技馆带回家 暑假里 中国科技馆还专门新推出了 《科学梦想家》 《探秘纵队》等 寓教一乐的亲自体验活动 让家长和孩子们 在脑洞大开中 共享快乐时光 来吧 走进中国科技馆 与神奇科学亲密互动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 与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